韩国财阀大小姐到底有多好横 坐牢就像住总统套 好好的三菜一堂 她直接不吃 转身就去狂敲了八下窗户 下一秒 一份配偶 法式鹅干 俄罗斯香肠 东北血肠 等八道硬菜的组合 就摆在了她和育友的面前 甚至还贴心的 为她们泡好了几杯 买不到的莲花清温 而这个能呼风唤雨的财阀千斤 之所以被关进来 也正是因为她这豪横的性格 面对自己看不上的 家族介绍的相亲对象 韩国总检察长的儿子 她不仅全程没有好脸 更是实话实说 说她们是财阀养的狗 这才被检察长的儿子 设计送进了监狱 想让她吃点苦头 可谁曾想 这大小姐到哪都不是一般人 进监狱第一天 就直接打破了 全世界通用了几百年的 新人服侍老人的监狱传统 面对原本要教她规矩的前辈 她直接用自己的实力 征服了他们 当看到有着包租婆支撑的 御霸欺负御有时 她更是无视御有的劝阻 直接上去 抓着御霸一顿胖揍 再按摩 就这样 刚入狱不到三天的 才罚大小节 就坐上这所监狱霸主的宝座 当他的律师来接他的时候 他甚至都不想出去了 我会把你抖起来 我抖起来就算了 我抖起来就算了 我抖起来就算了